养不活杜鹃的 都是怕烂根 不敢给它浇水的 我问过这个大鹏养护的人啊 他们都说这个杜鹃呢 得干了在脚 那我当时就观察了一下 他们摆放杜鹃的一个防卫 都是这个遮阴比较好的地方 那大鹏里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 那就叫做地气啊 就是早晨太阳出来的时候 地下往地上反的这个潮气是很足的 咱们室内养护啊 不存在的一些东西 那咱们养护杜鹃的时候 多少都给的一些养护啊 尤其是北方的室内 特别干 湿度是特别低的 那么你又给光照 湿度又低 那么这个杜鹃的灌服这么大 它又是一个洗水植物 那这个杜鹃的土壤稍微干一点 它这个底部就会出现 哗哗的掉叶片的一个状态 等它越掉叶片 你越不敢浇水 那你肯定是养不好的 咱们室内养护杜鹃 它这个土啊 它就不能干 表面都不能干 那我就是这样养的 咱们圆盆土不动 那不喜欢那个盆 就可以给它套个盆 然后底下给它垫起来 避免这个盆桌里边有水 给它积水 我每天我都给它浇点水 但是不给它浇透啊 然后每一周 七天左右给它浸盆一吃 让它完全泡透 就是让这个土壤 一直保持湿润 咱们想要达到这种爆花的状态 延长它的花期 我都是配合给它 用点这个光花的养液 一比三千去兑水 三天左右给它一回 咱们想养那个杜鹃的叶片 我都用那个通用的养液 一比三千兑水 七天左右给它用一回 这叶片自然就很健康 又大又亮 那杜鹃缺水 它就是底部的花花的往下掉叶片 那像这种顶端出现黑件的现象 那它就是这个阳光太强烈了 咱们减少光照就行 那养护杜鹃的秘诀 就是水肥给足 它就OK了 你别总怕它烂根 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 好 好